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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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皇帝们为什么要在藏传佛教的区域里修建这样一座汉族建筑形制的寺院呢? 陆海章是徐坛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 作为古建筑方面的专家 他第一次来到徐坛寺寺就被这座寺庙中的一座大殿震惊了 因为后面的这个龙国殿 它整体架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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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不论是什么样的梁房斗拱以及是门窗格扇包括它的什么样 充双孤寺意味着 它都 这些细节上面都和古宓北京建筑是一样的 一样的 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 皇家纷 Promise 重沿 斗拱 文寿 这座宫殿看起来似曾相识 北京紫禁城里的太和殿 明十三陵的长陵大殿 山东区附的孔庙大殿 都是这种建筑形制 表面上来看 这座巍峨庄重的龙国殿 似乎不像跟它形制一样的那些宫殿一般 有这么大的来头 它只是青海省深山古寺里的一个厚殿而已 但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军奇教授却认为 从龙国殿的建筑细节来看 这座大殿大有来头 龙国殿下沿的斗拱 称为重河 五彩斗拱 这些斗拱都是非常典型的明代的官式斗拱 斗拱的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了当时官式做法的严格的尺度 这种无几四坡上下两层的屋顶叫做重沿五垫顶 在我国古代 屋顶除了功能性的作用 排斥建筑所有者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 重沿五垫顶是明清时期所有垫顶中的最高等级 也就是说 这种制式的屋顶是皇家专用 咱们龙国殿 上面是前面有仙人 后面没有形式 后面是五个 就是龙 凤 狮 天马 海马 五个 准备走五 在我国的古代建筑中 稳寿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 稳寿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 稳寿最多的是北京故宫的太和殿 十样齐全 其余宫殿的稳寿依照等级地减 照此看来 青海省渠潭寺龙国殿上的稳寿 与紫禁城里东西六宫的稳寿数量是一致的 在儒家传统礼法的约束下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对建筑形制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 不可逾越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 建筑形制如有逾越会被视为谋反 甚至可能会被杀头 这座位于深山里的藏传佛寺 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 敢于兴建如此余智的建筑 在龙国殿中存留着一块高两米四 宽一米六的木牌 中间用汉文和藏文以及梵文刻了字 皇帝万万岁 因此这块牌被称作皇帝万岁牌 经考古学家鉴定 这块牌在龙国殿落成时就留在这里了 并且记载了一些修建情况 这个皇帝万岁牌 这个皇帝万岁牌也是取谈寺那样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 中间这一行字皇帝万万岁 然后它的左侧这是梵文 然后右侧是藏文 都是对照的 正规之初呢 后面还记载了这个当时来主管这个四元修建的大太监 孟姬 陈恒元旗 等几位的名字 然后还有一个年号 这件文物也算是取谈寺的正规之宝吧 这块在西北地区独一无二的皇帝万岁牌 证明取谈寺与明代初期几位皇帝之间 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这一块碑叫奇坦寺后殿碑 为什么叫后殿碑呢 因为玄德二年的时候完成了龙国殿 所以玄德皇帝给他的父亲留了一块碑 然后他自己的一块碑就在这个碑文里面 嘴锁了奇坦寺的历史 进一步强调了奇坦寺的社会地位 奇坦寺开始兴建于公元1392年 也就是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执政的第25年 永乐帝朱地执政时奇坦寺基本落成 后又经过不断完善 公元1427年 明代第五位皇帝朱瞻基执政时 渠潭寺基本修建成了现在的规模 明朝五任皇帝历经三十多年 在青海的高原上打造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家佛寺 其中当属永乐帝朱地出力最多 如今在渠潭寺宝光殿内 还保存着大量的须弥作 每件都刻有明永乐年诗汉文及藏文 泛文对照明文 这些须弥作雕刻精细 磨制光洁 但最让考古学家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的材质 通过研究这些须弥作的材质 考古学家断定 渠潭寺室的修建与北京紫禁城的兴建 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是福莲 这是素妖金刚柱 这是养莲 这是上坊 这些石雕珍贵之处 它是用花瓣石雕刻的 这种花瓣石出在哪里呢 它出在咱们河南的郡县 这些都是从河南郡县 它基本上雕好了以后 千里迢迢迢运过来的 非常的珍贵 花瓣石历史上一直为皇家所用 禁止民间私自开采 如今地面上早已难以见到 尚有一小部分被深埋在地下 正是由于北京紫禁城的修建 才导致了现在花瓣石资源的稀缺 公元1406年 永乐地诸地下诏 兴建北京紫禁城 它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开采 名贵的木材和石料 运到北京 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 花瓣石从河南被运送到北京 应用于明紫禁城奉天殿 黄吉殿等宫殿的建筑中 青海桥潘寺花瓣石须弥座上所刻的年份 与北京紫禁城的兴建筑中 是基本吻合的 也就是说 麒坛寺里的这些花瓣石极有可能 与北京紫禁城刚修建时所用的花瓣石 是同一批石料 这意味着 在明永乐帝朱棣执政时期 曾不远千里从河南往青海运送了大批的石料 他不惜人力物力财力 一定要在于北京相隔1600公里的西北深山里 修一座活寺 他说在这个地方来 给他分了永乐 他的爷爷在这个地方给了七条沟 祥火地 还有一些山林 田地 就形成了一个 这一块地方的一些特权吧 这个特权任何人 隔色人的不得侵犯 他强调了这一点 永乐帝不仅不惜动用国库 大兴土木兴建瞿潭寺 同时 他还赐予了瞿潭寺 在当地相当高的地位与权力 永乐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藏王这个安舵政教室 这个里面 元代快要灭亡的时候 有一个明朝的一个大将叫兰玉 追一些他的敌人的时候 追到这个秦海湖边了 很多藏族部落的藏族人来 不明就立嘛 就开始逃跑 这个后来三罗喇嘛就 给这个汉董族部嘛 就不是一个部啊 汉董族部写了一封信 这个历史记载 三罗喇嘛来 为书着想汉董族部 这样的话 三罗喇嘛 这个汉董族呢 使这些部族啊 安静下来了 是鬼分到明朝了 明朝的西北边防区 地处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 这里是中原王朝 与北方游牧民族 战乱停发的地区 尤其是明王朝建立初期 北原势力与蒙古诸多部落 还没有完全归附明朝 双方在此长期对峙 而三罗喇嘛 仅靠一封信 就招服了数个部落 这给了朱元璋很大的启发 要见这个朱元璋的时候 上文史料记载 这个朱元璋给他就分了一个 你就是习宁为的独刚 所以呢 池坦式的历史地位 在明代的时候很相和的 原因就是说 他维护诸国的团移 维护民族的团结 根据清代藏传佛教 地方专使 安多政教史记载 明朝初年 瞿坦式创四僧人 三罗喇嘛被封为大国师 受西宁卫僧钢司督钢 此后 明代历任皇帝都对瞿坦式 青睐有加 封土地 画林地 派兵保护寺院 连年布施 赏赐各色宝物 这一系列的政策 使瞿坦寺成为了一座政教合一的大寺 瞿坦寺也因此成为了明朝 同青海藏区沟通联系 推行普遍政策的枢纽 由于瞿坦寺特殊的政治地位 明朝历代皇帝在修缮瞿瞿坦寺时 都不吝人力 物力 财力 因此 瞿坦寺内保存着大量精美的石雕与壁画 皆出自明代皇家工匠之手 每一样都堪称国宝 在这些艺术品中最精美的 当属石雕 象碑云谷 象碑云谷啊 是曲檀寺的镇石之宝 也是曲檀寺的吉祥物 这个象碑云谷的石材 是咱们青海产的红撒眼 这个雕刻的工匠 肯定是当时从北京故宫 这个维修工地上面 过来的这个石雕匠人 他雕刻的这个 这件艺术品啊 是非常的精美 包括小象 这个耳朵 耳朵上面你看 耳朵里面的 有些血管都掉出来了 憨太可居的小象 身披宝石英洛 呈贵姿贵坐在莲花座上 他用长长的鼻子 卷起一朵莲花 背上驮着的是 放着云文古座的镜瓶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 象语吉祥的祥写音 因此 大象被赋予了 许多吉祥美好的寓意 例如 象头宝瓶 就被称作太平有象 明代的皇家雕刻大师 运用超凡的艺术审美 把大象 镜瓶 莲花 云文等 具有美好寓意的元素 组合了起来 并且用高超的雕刻技艺 完成了这座 栩栩如生的象碑云古 这件石雕作品 被专家称为 明初石雕的登峰造极之作 除了寺中所藏的珍贵文物 瞿潭寺还以巨幅彩色壁画而闻名 仔细观察 会发现其中人物所持的器皿 如玉碗 熏炉 蹄壶 兵器 均为宫廷所用 仅宫廷团善就有九种之多 其中的人物的服饰 都为明代中原人士打扮或宫廷装束 专家由此认定 这些壁画出自明朝的宫廷画师之手 这个龙国殿的后墙上面啊 有三幅巨型的壁画 非常珍贵 壁画的内容是三十幅 那么这个壁画 它的高度大约是六米 宽度是五米多一点 那么一幅壁画就三十多个平米 这些精美的壁画画技十分高超 画家用粒粉贴金层层蕴染的手法 使人物庄严生动 流光溢彩 使明代早期壁画的佳作 堪称国之瑰宝 填补了甘肃敦煌壁画之后 明代早期西北地区壁画的历史空白 这个梁家上的彩画 也是六百年前的官室彩画 你看这个彩画 它都是一枕两破 这是彩画里面的术语 然后中间的纺线呢 是流空的 这个彩画呢 它用的颜色不多 主要是绿色 黑色 还有灰颜色 再就是用两种颜色调和串色 做成的一个清绿的官室彩画 它的彩画的这个格式啊 都是非常一致的 都是一枕两破 你看这个前面这一端子啊 是两半吧 对起来的 头上的这一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悬花 这也称为宣子彩画 宣子彩画 它是故宫里面呢 一般有那个金龙河西彩画 都是尊竹县上的重要大殿 然后两侧的一些次要的建筑呢 也画这种宣子彩画 这个彩画是比较典型的 明代的官式彩画了 渠坛寺内保存的壁画面积达两千三百平方米之多 是青藏高原东部最重要的汉藏艺术文化宝库 然而 渠坛寺毕竟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尤其在清朝时 渠坛寺为当时的当权者所布袭 因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我后面 这就是去坛寺里面有名的宝光店 也是当时维修的时候 就是破损最严重的一个店 因为这个宝光店 它的后墙 两面的侧墙上面 有非常珍贵的明代的壁画 这些壁画还没办法接下来 原因是它的外墙上面 含有壁画 虽然残破不堪 但是含有一定的保留价值 皮脂不存 毛浆烟覆 室内建筑的破败 曾经给渠坛寺壁画带来毁灭性的危机 1995年到2002年 国家对渠坛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保护性维修 寺中不少壁画的维护 都遇到了类似宝光店壁画维护一样的困难 作为古建筑学家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军奇教授 对渠坛寺大修的困难程度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提前做了一个非常详实的一个维修方案 那就是把墙壁的这个柱口 轻轻掏开 然后上面的瓦顶全部卸下来 那么咱们就采取从柱缝这个地方 把它轻轻地掏开 然后店里面大了满堂架子 把整个物构架提起来 提起有15公分 然后把这些柱顶石卸下来 除了日常维护外 中国还启动了柱潭寺数字化保护项目 在2017至2020年间 故宫博物院联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柱潭寺内面积约2300平方米的明清壁画 进行高清数据采集 并建立了文物保护数据库 通过文理控制点布设 数字进景摄影测量 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数字手段 完成壁画的全信息留存 最终形成了高清影像图 这些影像图从绘画技巧 线条 色彩等方面 都做到了1比1的原真记录 对于未来柱潭寺的文物监测保护管理 和研究宣传建立了最为基础的数据库 今天对柱潭寺的保护已经形成科学化 常态化的系统工程 拯救如旧原模原样的维护古迹的形态 为后人留下真实的信息 是保护古迹工程的重要原则 六百年人世沧桑变幻 天居青海溢渝的瞿潭寺 曾经有过加封黄寺的繁华与荣耀 也历经衰败与沉寂 如今它就像一位隐居深山 远离红尘的隐士 虽然曾经有过许多令人惊叹的传说 但渐渐已不可靠 只把美轮美奂的建筑石雕壁画 留存给了今天和后人 中文字幕装 organizations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